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战争初期,朝鲜处于绝对优势 韩国首都汉城遭攻陷 韩军节节败退,后被朝鲜逼至釜山一鱼 而协助韩国的美军也被迫撤回釜山 同年12月的冬天,韩风刺骨,大雪漫漫 无数韩国百姓开始逃亡 难民数量高达上万人 而他们唯一的生还希望就是美军的救援船 九岁的德秀是数万个难民中的一个 虽然年幼,而德秀是家里长子 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父亲叮嘱德秀,一定要牢牢抓住妹妹的手 德秀照做了,他牵着年幼的妹妹 在混乱的人潮中跟着父母不停狂奔 前方就是美军的救援船 和他能容纳的人数有限 难民们争先捧后登上小船 德秀一家人拼了命的朝鲜奔跑 终于他们挤上了小船 接下来就是沿着绳索攀上舰艇 绳索上承载了太多的难民 稍微不慎的就会被挤下去 许多难民因此落入海里而丧命 德秀将妹妹背在身后 他牢牢抓紧妹妹的手臂 使出全身力气往上爬 索性德秀爬上了救援船 可此时他的手上只剩下妹妹的半截衣袖 回头一看 妹妹早已被人群挤开 水入了海里 德秀倍感自责 他想下去找妹妹 却被父亲阻止 父亲将自己的外套披在德秀身上 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德秀 他是长子 如果他这个做父亲的不在了 德秀就是一家之主 要好好照顾家人 凡事都要将家人放在第一位 说完 父亲便攀下绳索 寻找年幼的女儿 这时救援船开动了 父亲终时来不及上岸 德秀落着泪呼喊着父亲 船只却越开越远 身后的家乡被战火摧毁 父亲最终消失在了事件中 来年初春 救援船抵达釜山 难民们寻找各自的落脚之处 德秀跟着母亲去了位于釜山市中心的国际市场 这片国际市场其实就是个急忙市场 大量的难民在此落脚谋生 德秀的母亲带着三个孩子来这里投奔姑姑 姑姑在市场里开了家杂品店 这里条件简陋 德秀和家人只能吃大锅稀饭 住狭窄漆黑的屋子 可不管怎么说 一家人总算有了个落脚之地 1953年7月 韩朝双方停战 战争是结束了 可南北两边的对峙仍在持续 德秀和家人依旧无法回到故乡 为了谋生 德秀开始在街头给人擦鞋 在这里 德秀认识了他这辈子最好的朋友 达九 达九调皮捣蛋 是德秀的最佳孙友 十年后 德秀长大成了小伙子 如今母亲渐渐年迈 弟弟妹妹即将成年 家里的重担全都落在了德秀这个长子的肩上 为了家里的生计 为了弟弟和妹妹的学费 德秀放弃学业 一年365天在码头打鼓工 就是这样 家里仍然是入不敷出 这时候 好友达九说了个事 西德正在招聘矿工 据说去那里挖个几年矿 就能挣到一套房子 为了弟弟妹妹的学费 为了养活大家子 德秀定下了决心 他始终记得多年前父亲的话 身为长子 还要照顾好家人 几日后 德秀报名参加了矿工的招聘 好友达九也跟着一起 经过考核 两人均被选中 此后 他们和数千名韩国同胞 一起来到西德的汉堡矿山 领了工作服后 德秀和同事们 下到深达几千米的矿道 开始了没日没夜的挖煤 矿道里是高达45度的高温 和随时会泄露的瓦斯 矿工们稍微一不小心 轻则会被滚落的石块砸伤 重则会被泄露的瓦斯爆炸波解 德秀算幸运的 至今没有性命之危 挖了半天没后 矿工们只能挤在漆黑狭窄的矿道里 砍着干面包 辛苦了一天后 他们才拖着满身的煤灰 挤进了澡堂 极致夜深人静 矿工们躺在床上 始终无法入眠 这里真的太累太累了 可为了家人 他们没得选择 德秀也是如此 每当累了 他就会独自捶泪 望着窗外的夜空 他是长子 这是他必须担负起的责任 时间无情流逝 到现在已经两年了 德秀挖了两年美 思念了两年家人 清醒的是 矿工也偶尔会放假 一日休息 德秀骑自行车出游 洞上偶遇一个美丽的少女 少女哼唱着甜美的歌样 德秀情不自禁被吸引 相识之后 德秀才知道 少女叫英子 也是韩国人 现在在德国的大学 读护理专业 这次的相遇 让德秀对英子念念不忘 不久后 两人又在舞会上相遇 英子不仅有着一副好歌后 舞跳得更好 在矿工同事们的起控下 德秀和英子跳了一支热闹的舞 从这支舞开始 德秀鼓起勇气 向英子频频失爱 他给英子做韩国泡菜汤 和英子一起逛街饮餐 深夜送英子回宿舍 浪漫的情愫 在两人中间悄然流淌 这也是德秀这两年 唯一能苦中作乐的经历了 可身为矿工 危险总是比幸福要多得多 一日 矿道内 寡思大面积泄漏 随之而来的 是矿坑的整体坍塌 而此时 德秀和几个同事 还在里面挖煤 消息降至时 每个人都开始逃命 好友打酒 不顺被落下的巨石砸伤 德秀为救打酒留了下来 身后瓦斯席卷而来 矿道即将崩塌 无数个因瓦斯爆炸 而受伤的矿工 被送到了医院 正在医院时期的英子 看到了这一幕 受伤的矿工中没有德秀 焦急的英子赶去了矿山 此刻矿工们聚集在矿山前面 他们想进去救德秀和打酒 却被主管拦下了 眼下矿道里遍布瓦斯 随时还会发生第二次爆炸 在瓦斯彻底消散之前 他们什么都不打算做 也就是说 德秀和打酒只能在里面等死 因此 哭着哀求主管请他们救救德秀 这些来自韩国的穷苦人 是他们家里唯一的希望 可无论英子如何哀求 主管都不为所动 终于矿工们看不下去了 他们冲破障碍走进矿道 哪怕是死 他们也不能丢下同胞不管 矿道内落满巨石 打酒和德秀都被困住 打酒还能行动 德秀确定受伤而奄奄一息 恍惚间德秀似乎看见了父亲 他一直记得对父亲的承诺 要做个男子汉 要照顾好家人 如今他兑现承诺了 母亲安好 弟弟妹妹也健康平安 他赚的钱都寄回家去了 可现在他太累了 活着只得好辛苦 正想着同事们挖开了矿道入口 合力将德秀和打酒救了出去 而英子一直紧握着德秀的手 在英子的细心照料下 德秀的身体渐渐恢复 可惜相处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德秀的签证即将到街 他必须在一周内返回韩国 德秀希望英子能和他一起回去 而英子却拒绝了 他的学业和未来都在这里 就这样这段一国之恋 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告别英子后 德秀踏上了回家的路 那是1966年的12月 第一批派德矿工回国 时隔三年再见家人 德秀激动万分 母亲不再年轻 弟弟妹妹也都长大成人 在他这个做长子的努力下 家里也换上了新房子 一家人的生活好多了 一切都仿佛是个全新的开始 不知不觉三个月过去了 一日德秀竟在市场里 遇见了英子 英子回国了 德秀开心极了 他约英子吃饭 英子却告诉德秀 他怀孕了 孩子是德秀的 原来回国前日 德秀找上了英子 表明了爱意 试图说服他和自己一起回去 还说自己会对英子负责的 感动之下 英子和德秀缠绵了一夜 得知英子怀了自己的孩子 德秀对向了承诺 无日后 他将英子取进了门 婚礼办的热热闹闹 时间弹指一挥间 转眼便是七年后 那是1973年的秋天 德秀拿到了海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他一直梦想着成为船长 这么多年终于有机会如愿以偿了 为了庆祝 德秀还特地买了一斤猪肉 可现实总是将人的梦想击垮 德秀的妹妹到了出嫁的年纪 妹妹年纪小 爱任性使气 想嫁得风风光光的 可家里并没有多少积蓄 妹妹甚至想将家里的房子 卖出去做嫁妆 母亲埋怨女儿不懂事 是德秀这个长子 把钱袋掏空了 才买了这个房子 也是德秀这些年 辛辛苦苦在外打拼 他们一家人才过上了如今的生活 这些话都被德秀听到了 德秀有些伤心 但更多的却是责任感 妹妹纵然在任性 也是她的家人 父亲不在身边 长兄如父 她这个做哥哥的 必须担起家人的责任 刚好这时候 姑姑去世了 姑父好吃懒做 打算把妻子留下的杂品店给卖掉 德秀感念姑姑的恩情 想将店面买下来 以后也好给家人留个生计 可买店不要钱 妹妹的嫁妆也要钱 而德秀已经没有多少积蓄了 刚好这时候 越战即将进入尾声 听说去越南做后勤技术员 能挣不少钱 德秀躲心思 她跟家人说了去越南的想法 可妻子英子却坚决反对 越南正在打仗 即便只是做后勤 也难免有性命之忧 英子知道 丈夫想为家人牺牲的心思 可她不希望心爱的男人 白白送了性命 为了这事 德秀和妻子起了争执 她也不想上战场 可她是长子 这就是她的命 她能怎么办 德秀的坚持 让家人选择了退让 1974年夏天 德秀放弃了做船长的梦想 拉着好友达九 来到了越南的首都西贡 德秀和达九作为后勤 主要工作是帮美军运输设备 比起之前在德国挖煤 这份工作算是轻松许多 一天下来也能挣不少美元 比起越战前线 西贡看上去十分太平 可和平只是表象 这里的危机丝毫不亚于战场 来西贡没多久 德秀就经历了一次爆炸危机 那是几个越南的孩子 在美军长区的机院里放了炸弹 刚好在附近工作的德秀和达九 被炸弹波及受伤 顷刻间 前一秒还热热闹闹的揭示 后一秒就死伤遍地 哀红遍野 可即便如此 德秀在给妻子的信中 还是谎称一切都好 是啊 一切都好 好在是他们这些做父母的 经历了这一切 而不是他们的孩子和子孙后代 德秀和达九在爆炸中 没有伤及性命 后来又辗转成了后勤兵 日夜穿梭在 湿热的水沟和森林中 执行任务 越战进入尾声 北越占据优势 美军打算撤退 越战即将结束 德秀和达九一行人 偶遇来支援南越的韩国军队 和美军一样 韩军也打算撤离 而德秀和达九决定跟着同胞 一起离开越南 离开之前 一群南越的难民突然出现 难民们希望 韩军带他们一起离开 和船只能承载的人数有限 看着难民中可怜巴巴的孩子 德秀保护看见了曾经的刺激 多年前他也是这样 祈求着逃生的零星希望 韩军最终答应带难民们一起离开 可就在他们上船之际 离军追上来了 瞬间枪炮声席卷而来 双方的火力越开越猛 德秀被救一个难民孩子 不慎被子弹击中腿部 幸好最后 离军被手榴弹全接 德秀被救上船 那是1975年4月30日 越战结束 德秀反慨重生 这地狱般的经历 终是画下据点了 从越南回来后 德秀的一条腿绑上了钢架 从此行动不再利索 妻子因子泪如雨下 这个为家庭牺牲了半辈子的男人 终是回来了 战争结束了 和平的日子来了 好友打酒娶了个越南美娇娘 德秀领存了笔钱 用这笔钱 德秀买下了姑姑的店 用亲手给店铺换上了全新的招牌 还为妹妹攒了笔嫁妆 她一拳一拐地牵着妹妹的手走向新郎 妹妹在婚礼上泣不成声 到了如今 她这个做妹妹的 才懂得了哥哥的不容易 时光匆匆 一晃就是八年后 那是1983年 距离625朝鲜战争已经过去33年了 当时韩国电视台在做一项特别的企划 寻找离散家族 想帮在朝鲜战争时期 失散亲人的家庭找寻故人 那年夏天 首尔的汝伊岛广场人山人海 上万的人潮在那里聚集 他们在身上挂满牌子 写满寻找亲人的话语 电视节目播出后 许多家庭都找到了在战争中失散的亲人 和亲人相认后 他们每一个五步嚎啕大哭 这么多年了 那个最爱的人终于回来了 而在电视机前 目睹这些人间悲喜的观众 也纷纷垂泪感叹 他们大多数人都亲身经历了 那场残酷的战争 也都明白亲人相聚的艰辛 人潮汹涌的汝伊岛广场 德秀也在其中 他要找到在战争中失散的父亲和妹妹 和其他失去亲人的人一样 德秀也在墙上 提上了寻找亲人的启示 然后整日在广场驻足 就为了搜寻亲人的身影 轮到电视主持人采访德秀 德秀说出了当时和父亲 以及妹妹失散的情形 还拿出了那是从妹妹衣服上扯下的半截衣袖 这些年对妹妹她一直心怀愧疚 这半截衣袖 她一直好生收藏着 媒体的传播效果累干见影 很快电视台来了消息 说找到德秀的父亲了 德秀匆匆赶去电台 连线接通了 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 可惜经过验证 对方并不是德秀的父亲 德秀沮丧万分 父亲到底在哪里 和德秀一样 无数个寻找亲人的人 日夜在广场守候 只为了心底那一丝的希望 上天眷顾德秀 很快又传来了一个消息 找到德秀的妹妹了 德秀坠坠不安 再次走入电台直播间 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年近40的女人 德秀小心翼翼 又心怀期盼地询问对方名字和其他信息 这一次 她的希望没再落空 女人拿出了一件衣服 那是她和家人失散那天穿的衣服 一只袖子断了半截 看到这件衣服的瞬间 德秀立刻就绷不住拖了出来 眼前的女子就是自己 苦苦计划了许多年的妹妹 望着眼前既陌生又熟悉的妹妹 德秀不住地擦泪说着对不起 当年送开妹妹手的那份愧疚 终是偿还了 一段时日后 失散多年的妹妹回来了 这个家总算团聚了 不久后母亲去世了 时间沧海相远 多年后 德秀儿孙满汤 弟弟妹妹也都成家 这个大家庭已然似是同堂 时代和平 儿子女儿们长大 都有了自己的主张 德秀这个老父亲 在家里欲发明地位 子女们都盘算着 把家里的店铺给卖出去 然后搬到大城市去住 可德秀却始终不答应 那是她最后的坚持了 多年前逃难时 父亲曾要德秀 在姑姑家的店铺等她 父亲的话德秀一直都记得 她还期盼着父亲能回来 可惜时间无情逝去 母亲的忌日已经过了好些个年头 似是同堂的家族越来越庞大 父亲却始终没能回来 德秀独自坐在房里 望着父亲的相片自言自语 多年前对父亲的承诺 身为长子的责任 她算是尽到了 可这些年 她真的太累了 为了这个家 为了家人们 她牺牲了太多 恍惚间德秀仿佛回到了小时候 仿佛看见了父亲 父亲帮年幼的德秀擦拭眼泪 这些年德秀辛苦了 她很感谢他 也很想念他 父亲的话 似乎卸下了德秀心头的重担 漆黑的深夜 已然是冒蝶老翁的德秀 罗罗的身子 抱着父亲的棉袄 不得气不成声 她知道父亲或许再也回不来了 那间店铺不如卖了 时光退去 尘埃终了 妻子英子一直陪伴在德秀身边 时代变了 黄昏见智 唯有那片环绕着国际市场的楼宇 依旧安静助理 这部电影被称为韩国版的阿甘正传 他似乎直白地书写了那个 漫长波折的时代 从1950年的朝鲜战争 到西德在韩国招聘矿工 再到护士的富德运动 越南战争 到80年代 KBS播出的 寻找离散家庭节目 德秀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时代起伏 时代的一粒灰 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在时代的重压下 小人物往往没得选择 尤其是身处东亚文化下的小人物 时代背景加上传统文化 为家庭奉献 为亲人牺牲成了宿命 德秀就是这样 他无可奈何地 蜷缩在时光的阴影下 历经了一生的坦克 可他也从未退缩和放弃 与其说 这是个有关大时代的故事 不如说这是个平凡男人的故事 德秀的人生路 曲折辗转 悲欢聚散 他曾数度落泪 也曾多次感慨 德秀一直咬牙坚持 一直独自凝忍 默默承受 这或许就是生命的真实写照 我们之所以共情 大地是因为 这也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抛却特殊的时代背景 你我皆是德秀 我们生而平凡 却无奈地踏入时代的巨浪 我们有想要奔赴 星辰大海的梦想 秀常常眷恋着家人和故土 人生路颠沛辗转 世间是悲喜无常 和德秀一样 我们往往沉默无言 秀常常躲在时代的缝隙里 垒流满面 我们沉默背负 独自忍耐 却也从未放弃活着的信念 我们用个体生命 抵抗时代洪流 用平凡之光 聚散现实之暗 生命的力量 远比时代要伟暗 谁也赢不过时代 可好在时代更迭 世界由旧变息 过往的苦难 成了将来的垫脚石 上一辈的经历 成了下一辈的记忆 我们都说历史是大的 时代是大的 个人位不足道 可正是因为一个又一个 小人物前扑后继的付出 才换来了一个全新的大时代 亲人会记得 历史会证明 一切都值得 一切也终将被迷克 电影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 留言 关注美冲 每天定时打咖 美冲观影 一整天嘴角笑玩玩哟 拜拜 拜拜